科技顛覆全球發展 香港創科發展當然不可以落後 我們早前訪問了科技員行政總裁黃克強 他說香港必須要做好創科 究竟怎樣才做得更好呢 全世界都比科技顛覆當中 香港必須要做 而香港有這樣的條件去做 在黃克強眼中 香港初創有研發能力 過去10年由零開始不斷加速 希望介入科技員的初創不斷上升 今天我們空置率只有7%左右 有地方的 但一定要很小心選擇一些有心做事的人 我們的工作不是選擇誰會成功誰不成功 我們是給大家一個平台去試 我經常說研和發 不只是科研而是開發 變成產品 如果真的有一個好的商品化計劃 能夠成功的話 我都一定會幫你 其中一個KPI就是幫助公司做生意 拿到訂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KPI 亦都很難做 去了美國植谷 我們有計劃帶公司去開發生意 找投資者 如何說到美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和科技走得很前 那邊的VC風頭基金 是很成熟的 亦都有很多人才和應用的場景 中東有一個機會 就是一個很大的資金市場 和一個很大的環保市場 和很大希望改變經濟體系的市場 這是一個機會 但不是一個地方讓你試一些未成熟的科技 要培育有本領衝出去的初創 就要有足夠的科研能力和土地 對於這個挑戰 黃克強覺得不難解決 黃克強認為香港創科發展的基本挑戰 是體量不足 例如深圳有20多萬人做研發 上海科技公司張剛 我想是以數以萬計 當然我們發展得很快 但我們下一步是如何升級 體量做的足夠大 否則我們只要投資者看來看去 那些公司 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 政策支援都重要 更重要是整個社會氣氛 即是大家做父母 是否鼓勵年輕人讀書 而人材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本地人材 香港的年輕人 我們要多給他們機會 告訴他們香港 搞科技你有前途 同樣重要 就是香港吸引外面的人材過來 內地 外國的人材 高材通 優材通 其實有幾萬人 我們曾經搞過一兩次招聘會 我擔心做得太急 未必好 現在都幫這班人 在香港找到工作 除了幫助高材 優材找工作 科技員也積極吸引海外 好像歐美的人材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香港是在搞上新科技 不要管外國媒體說甚麼 如果你不要相信我 你不要相信他 過來看看香港其實 是很好的地方 2022年暑假 都有六個Stanford的學生 在做研究 今年我們會有更加多 一定會有很多 將來最成功的時候 不只是靠政府 一定要靠整個社會商界的合力 去推動才行 我們會繼續努力 全香港會繼續努力 今集營商有計 科技員助初創研發商品化 爭取中愛人才 快 2021年快樂 优优unning